接着 军事最前线带你来关心的是 我们讲直升机在今天操演反斩首任务 非常逼真 在现场包括很多的学生还有大人小朋友 都觉得泽泽撑起 黑鹰直升机快速降落国防部前 斩首部队锁定占领敌军冲破敌指挥所 核斗战绩执行反特攻任务 快速撂倒敌军 这时战场受伤弟兄 靠海鸥直升机救援 这场结合全民国防教育 一大早扰人轻梦 国防部则是干脆把周边居民都找来 部长洪世宽更是下场与居民同欢 这是什么直升机 黑鹰直升机 答对了 明明手上拿的是阿帕七 小朋友达成黑鹰直升机 冯岳言还是给奖品爱的鼓励 不过对于庆富列雷案 国防部直接解约遭庆富发声明 要向监察院告状 他们会请监察院调查 警辩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 不对阵的战力 来应付一个强大的威胁 而不在乎于我们十年前建的案子 我们还要再去回顾 或者还要再去把它执行 我想我答得非常清楚了 部长说我们是不在意借雷雷舰的 这个由海军去评估 连说三次要告请便 还要海军好好衡量未来舰军方向 雷雷舰是否就此打住还是维持数 只能用新的国防战力 唤起人民对国军的信心 三十五将一红陈一豪 SNG小组台北超越道 现场的民众感受到那种近距离的震撼 是 黑鹰直升机很厉害 对因为它其实除了是我们买进来最新的直升机之外 它也是目前全世界包含美军战液 所使用的最大规模的大多用途直升机 它有多厉害 我们讲的很简单的 最有名的斩首行动 就是前几年美国执行的宾拉登猎杀行动 宾拉登猎杀行动是用黑鹰直升机 对它用三架黑鹰直升机 而且不是一般直升机是改装版的 我们现在买的这个是UH60M M就是Multi-Use 多用黑鹰直升机 那宾拉登行动买的是特战版的黑鹰直升机 L UH60M 那那个直升机呢 这个画面是斩首宾拉登 当时黑鹰的地形术 当时模拟的攻击的画面 真的是由红外线摄影机所看下去 那它的那台斩首有多厉害 我们讲直升机其实有分 运输机跟攻击直升机 对不对 黑鹰其实是运输机 可是呢 像我们阿帕西它最厉害就是 它旁边有两个短次板 装了很多什么火箭啊 飞弹啊 机炮夹舱啊 它这台特战型的黑鹰直升机 就是在运输机的黑鹰直升机 加了所有阿帕西的土地 加上去 也就是说它有攻击性 它具备攻击性 而且它又可以运输 然后因为它飞机大 所以它又可以飞得远 所以它三台直升机过去 那这个画面是黑鹰的 就是当初模拟重演那个执行的画面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 是美军101空降师 他们执行的所谓的空中狼群 空中狼群 对狼群就是很大一群过去 可是在直升机的作战里面 这个专有名群 这叫鹅群 天鹅的鹅 鹅群 对 在直升机多机作战 这叫鹅群 因为就像那个扣鸟飞过来 会有很多天鹅 在同一个湖面升起降落 所以它们就是鹅群在书 这个大概是从越战时候开始 所以这个画面到底是狼群还是鹅群呢 正确名称应该叫鹅群 正确名称应该叫鹅群 但是有人称它为狼群 对空中狼群也可以 因为它就是一个 我们这个东西有个专用名词 叫垂直空降 垂直空降 对因为以前空降不是跳伞吗 现在空降有两种 一种是跳伞 一种是用直升机载过去空降 我们今天的超演也有做垂直空降 对 因为这个安全 这个相对来讲是最安全的 人员可以很快速的集中 然后一着地之后 也不用收窄 也不用集结 马上就可以出关去做任务 而且像 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它最模拟的就是 以前我们都是不打空包弹 那这次呢 所有的枪上面都装空包弹 整个演习的过程中 很逼真 是打不停的 真的是屏屏堡堡堡 炮火猛烈 从头打到 所以今天是很震撼的 对 连飞机上面的 掩护直升机的机枪 都一路在 而且它开放让民众 到现场去参观 而且是非常近距离的 这也是一个敦心目的 因为它离实践大学 就在隔壁 每天直升机在那边练习 实在很吵 对面又是博小 那小学生大学生 真的是被吵到翻掉 据说它的夜间实力 是最厉害的 对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以为只有阿帕契 H1有夜间攻击能力 黑鹰也可以做夜间攻击 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黑鹰的夜序 对 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 黑鹰底下的火箭 飞弹 2.75火箭 地域火飞弹同时打 然后它除了可以装机炮之外 它一家里面 可以另外加挂机炮夹舱 所以它可以跟战斗机 攻击直升机一样 直接这样地面扫射 扫射完之后 直接就自己降落 把人救过来之后再飞走 那你飞走的时候 旁边的23 2号机3号机 继续扫射 就是说它可以单一飞机 就可以执行多种任务 不像以前 我们要出现UH1 然后要叫阿帕契 要叫H 所以这是2017年 在追捕凯达 首脑的时候 对 2017年4月7号 动用的也是黑鹰直升机 对 UH60M 多用途直升机 它直接 你看这个火力 实在太可怕了 它打的是多管火神炮 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连续 对 多管火神炮 而且它不止一门 它是两门 每一架飞机有两门 可以装47枚的飞弹 跟16枚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跟阿帕契一样 可是它又可以 在部队进去 又会把人救出来 所以它可以做救护任务 它可以做救护任务 其实讲一下 像我们空军跟海军 用的那个S70C 其实就是黑鹰的民用版 我们军用的版 叫做U-60 黑鹰直升机 叫U-60 可是它外销的民用版 就是S70 所以它两个 其实是同一个底盘架构的直升机 那这个呢 同时也早就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陆军买了 60架的直升机 结果竟然要拨给空军跟海军 去取代他们已经救掉的 海鸥直升机 可是这个是有点怪的事情 因为呢 我们买进来呢 是陆军要使用的 任务攻击直升机 所以呢 它上面有装机炮 有装防弹油箱 有武装钢板 结果为了买进来之后呢 好不容易组合成这个样子 我们跟美国买装备很麻烦的 什么东西都要事先使用 你不能反悔的 就好不容易买了这一批 纯粹的战斗直升机进来 你要拨交去海军 好了 你要把机炮拆掉 你要把武装拆掉 所以把我们黑鹰做小了 对 这个有一句 最近在讲的话 中国大陆的山寨呢 是把假的做了跟真的一样 而我们呢 却是老是把真的做了跟假一样 所以我们把黑鹰当海鸥用了 对 好可惜啊 你把一个战斗部队拿去做救援那样 对 没错 泰国是不是也有黑鹰直升机 对 其实用黑鹰直升机的国家很多 可是泰国的黑鹰直升机跟我们不一样 像我们今天是单机执行这样子 空降呢 反应 它跟我不一样 它们的一点呢 它这边 它就把黑鹰直升机当作超炼机来表演 空中飞行 我们直升机就是空降做一些 我们不会做直升机空中飞行 它可以 它也许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部电视影节 很久以前叫做飞篮 所以它的黑鹰是专门拿来做表演用的 没有 它就是 它不载人 它不做表演 我就纯粹给你再秀我们飞鹰的飞机性能 我们飞行员的操控有多厉害 那就说 我都可以做这么高难度 而且就在你观众面前这样做 等我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更没问题 可是我们话说回来 这些动作 中央民国陆军飞行员都办不到 因为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 在湖口曾经办了一个 陆空联合操演 那时候我们就现场看到 我们是载着人 一样可以做这些动作 一样可以表演 那个动作很难吗 刚刚那个动作很难 因为 好 这个难是难在哪里 因为你直升机这样拉起来的时候呢 它的浮力是靠你旋翼往下推的那个力量 就跟电风扇一样 这是我们虎口那一次的前面 对 虎口那一次 H64它先攻击 然后你看黑鹰现在就进场 这个是载着人进场 然后立刻机头拉高悬停 然后悬停的同时 绳子就丢下来垂直空降 所以看得出来 它的刚刚机头是比较高的 对 然后你看现在 垂直空降完立刻 机头朝下 立刻高速飞离 然后飞离完之后呢 这个直升机底下的人就开始 载着脚踏车啦 摩托车啦 那我回来看泰国的 泰国刚刚它做的这个 高难度的动作 我们再来看 你刚刚说其实我们也做得到 泰国它的黑鹰表演 很多人很喜欢看泰国的黑鹰表演 所以他们做的是 非常高技巧的动作 以前这种表演 我们现在看到 子弹机在泰国做的这种表演 你看它现在是机头也是往下 对 机头朝下 高速前进 因为它要靠那个旋翼的风扇 来做推进 所以它机头朝下的时候 是最高速的 那现在一样 然后你现在拉起来 这个是个很高难度 这叫中摆动作 而且它这个角度很大 对 这叫中摆动作 以前只有遥控直升机可以这样做 因为真的 真的直升机 因为推力比重的关系 很容易失速坠机 而且它这个是在低空这边进行 低空进行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是 低空进行风吹到地面会反弹 所以你对直升机会造成反气流推动 所以你在推动的时候 所以它的低空进行难度更高 对 你要有一个固定的空域 而且这个是高空转 再这样子转过来 它还这样转身 对 这个以前是战斗机的标准动作 这竟然用在直升机上面 这个也是非常高难度 确实不容易 我们还是计划 你现在这个是个小炼的 然后我们还是计划 就是个小炼的